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顺便可以提一提 最近在美国 尤其是在纽约 发生了蛮多事情 一个是FBI公开的公布了 中共的一些特务线人的一些活动 那这些活动 我其实我刚才 已经在讲的过程中 穿插了说了一些我的想法 实际上就是相对 比较低级的 这个抓出来的这些人 实际上是比较低级的 根本就 谈不上什么有价值的 这个线人特务 另外一个呢 当然我们也牵涉到一个 你精进你尸被杀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还是 原来一样 因为我去 访问了这个凶手 所以我仍然还是不能够讲有些东西 但是 有关 这个 李精进被杀这件事情 这一个多月来 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 异论 流传 关于他为什么被杀 杀人的动机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异论 我大体归纳起来 大概有 这么几类 第一类 流传的 比较广的 就是他是一个政治谋杀 他是 中共 张晓宁是中共派过来的间谍 然后把他杀掉的 第二类 就是他是情杀 因为他毕竟是个年轻女孩子 有关这个情方面的感情的纠葛的杀 第三类 他是有关这个 客户的这个冲服 你经历史贪钱了 贪财了 然后弄得不好了 跟客户有纠纷的发生了杀人 第四类 他是精神病的这个 这个人就是个精神病 那就是起意的杀人 第五类 就是综合起来的 什么因素都有 我昨天造起来杀人的 所以大体的 现在一个多月来 流传的有关杀人的动机 大概就这几位 实际上我做行政的 我们有一句行话 盗窃案难破 但是杀人案最容易的 这个实际上 可能跟大家普通人想象不一样 就是杀人案实际上是最容易侦破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杀人案一定有一个杀人动机的相互的联系 所以在相对而言 是比较容易 盗窃案就不 盗窃案可能牛餐做饭 盗窃案我到这儿 盗了就走了 这个大海茫茫 怎么去挠了就不容易破 所以有关杀人案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并不容易 并不是那么难来侦破的 有关这个案子呢 我可以提几个疑问 尽管我不能讲 但我还可以提几个问题 希望通过你这个媒体 能够让大家来欢迎大家来讨论 就是有关张晓霖是中共的特务间谍杀手 这样一个话题 我有这么一些疑问 好 这个我刚才说了 就是说 我对张晓霖是中共派遣来杀 李津晋的特务 关于这个问题 我有这么一些疑问 这种我们刚才讲座大家知道了 张晓霖如果是中共派过来的 他算哪一类的人 我们已经说过了 第一类是国家安全部的 这个有关有级别的 显然张晓霖应该不算这个 那第二类是中共潜藏卧藏的高级透 这个当然更不可能是 对吧 这个是像金无怠这种真正收集性 那才是 第三类也 如果是第三类的话 那我们就说从中国派过来的 是否是中国派过来的 或者是美国这边物色的 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知道的 张晓霖到底是中共 从国内派出来的特务了 还是在美国这边物色的 第二个问题 如果是中共派过来的 他是中共哪个机构派出来的 总参业不 安全部 还是公安部 第三个问题 别李津晋激烈反对共产党的人 应该还蛮多的 包括我在内 我一直提到武装革命 要反对共产党 那为什么单单杀李津晋 应该排在李津晋前面的 应该有还蛮多人 为什么要选择李津晋 李津晋曾经人道的被允许访问过中国 回去过中国 如果要杀 为什么不在中国杀他 要跑到美国来冒这个风险要杀 这是再一个问题 如果张晓宁是中共派过来直接杀李津晋 2021年8月份他就来到美国 为什么过了一直到2022年的1月份 1月10号才第一次见到李津晋 为什么中间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他为什么不直接就笨到李津晋去杀李津晋 再一个 他如果是派遣的特务 他为什么在美国申请真正庇护呢 他也留下一大堆的指纹 这个家庭的信息 各个方面的信息都留给美国政府 如果是派遣的特务 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做 巴不得干净 做完之后赶紧跑了 所以这个疑问 我也希望请大家回答 从2022年1月10号 到3月14号 这个其实张晓宁见了李津晋好多回 为什么 有时还是单独跟他见面的 为什么要选择星期一 很多人上班的时候 那要杀他去 为什么平时不杀他去 单独在一起的时候 为什么不杀他去 如果是特务的话 为什么选择在办公室杀人呢 我在任何一个任何其他地方 都可以容易的杀了他以后 逃跑也比较容易 对吧 再一个 为什么到了李津晋的办公室 这个不马上就开始动手杀人 要待了半个小时以后才来杀人 再一个 如果是特务 他为什么不用枪呢 一个女的为什么要用刀呢 一个刀要杀男人的话 这个相对而来还是有些困难的 那美国一个枪支是很容易的 并不是那么难搞的 随便黑市里面花点钱就买过来了 再一个 如果是特务杀的人 他为什么不跑了不走呢 还待着等警察来抓呢 所以 如果他是特务 他为什么 他通过什么方式 跟他的上司来起来联系呢 这个我们也要知道 如果 他是通过手机 跟他的这个 上司来起来联系 现在张相连联系 全部在美国警察局 都知道 都了解 那他联系了什么人 做了什么人 手机上全部都出来了 对吧 那 他是很容易 美国警方是很容易查到 跟他联系的上司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记录的 就逃不了 那 如果有这个联系人 这个联系人还在美国吗 那如果是中国派遣过来的特务 我刚才说过了 他一定是有经过训练 他在什么地方受的训练呢 什么时候 在哪里受的训练呢 当然这个普通脑北京 可能回答不了 但美国的行政机构 是知道中国 安全部门培训的机构的 这一点我可以跟大家肯定 美国的 FBI跟CIA 对中国的 安全部门的培训机构的地方 还是蛮清楚的 还是了解的 如果 张氏特务 那谋杀罪一定是一级谋杀 除了一级谋杀 还要定他一个罪 那就是间谍罪了 美国政府为什么没有 对吧 还有 当然很简单 如果是定间谍罪 那先生的联邦安全的罪 那他这个案子会 转到联邦法庭 那不会是在 州的 这个Quins的一个 Criminal Corps里面去了 不会的 所以 这些 还有 当然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凡是派遣过来的特务 绝对是执行的任务 第一件事情 也最快的速度掏走的 不会在美国 为了执行一个任务 在美国待好几个月 花了好几个月 然后再来杀一个人 杀了半天杀人的 没有 对吧 所以这些疑问 都可以供我们 关心 了解 想了解 你精进被杀这个案子的人 去思考 你思考 说他是中共派国前的特务 可能 对很多人来说 这可能是最好的一个结局 最容易接受 最容易理解 对民运人士来说 这个我们在被共产党的派人 谋杀了 那可以显示出 共产党非常重视我们 我们还在为这个东西在奋斗 我们可以理解 对家人也可以理解 但我们 但我们一定要经得起 实时的分析 推理判断 所以我仍然还是通过这些个疑问 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案子 欢迎大家来解答 对这些疑问 了解中共的这个 这个情职机构作业的这些人 这个都可以去 拼讨讨访 拼讨访